春节廉假到户外走春去 北中南三国家森林游乐区百利灾 难得有长达9天的年假 收购了都市水泥建筑的束缚 不妨出门走春踏踏青瓜 苹果整理灵物局旗下 北中南三处特色森林游乐区 给大家参考看看 北部的内洞森林游乐区 遭苏迪勒台风重创后 睽違三年重新开放 内洞是蕨类的乐园 在园区内的官埔步道 两旁就能发现近65种蕨类 包括稀有的垂直马尾山和藤爵 而且坡度平缓让行动不便的民众 也能用轮椅带步感受森林的芬多金 园区内的杏玄瀑布 还曾被网路票选为最美瀑布 中部的大雪山森林游乐区 拥有全台最完整的高山均木林象 残盖了铁山林、快木林 及蚌蚌蚌植物为主的暖蚌带阔林 小神木步道与木马道一带 则保有原始的快木森林景观 在园区深处还有一颗50公尺高 超过1400岁的大神木 是大雪山的整园之宝 南部阿里山森林游乐区 是全台最知名的森林游乐区 去嘉一火车站约两小时车程 拥有森林小火车、神木、云海、日出和樱花的美景 多种愿望可以一次满足 新秘境水山步道是近两年完成的新步道 结合昔日阿里山森林铁道和探访千年神木的步道 沿途可以欣赏就有水山支线铁道和水山巨木的美景